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同时我会很主观的告诉大家 我对于一双球鞋是会money还是会pass money就是指我会参与抽签 如果没有抽中 很有可能会在二级市场掏钱买入 pass就是指我不会参与抽签 同时我也会主观的告诉大家 我对于某一双球鞋的在售价值的预测 是会吃灰还是会起飞 好 我的频道也刚刚满了6666订阅 也是非常的开心 这里真的感谢大家的支持 之前就讲过我会推出一期Q&A视频 来回答大家对我和我频道的一些疑问 这期视频还在紧张的制作当中 可能就会在B站6666订阅的时候一起发布出来 如果你对我和我的频道有任何感兴趣的地方 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留言的问题非常的好 最终我采纳作为那期视频的内容 我就会直接送你进入到我们华人球鞋社区的资格 这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抽签 好 那讲了很多福利内容 我们现在马上来上车 看一下二月份下半月的朝鞋哪里买 首先是2月15号即将发布的New Balance 550 四个基本款的配色 那这四个配色也算是初代配色了 那大家可以看我手里也有了这双黑颜色的配色 最近也是非常常上脚 那这次补货除了黑颜色的配色 还有白色蓝色跟红色 其实白色的那一双我已经在Foot Locker中签了 但是它给我运丢了 所以最近在走这个理赔的过程 这次补货蓝色我应该还会尝试去Money 但其实这几个配色 它的价格大概率是会吃灰 那下一双要讲的球鞋呢恰巧就是一个几皮版本 没错就是这一双New Balance 2022R 那这双鞋呢将会在欧洲时间的2月15号 在BSTN迎来发售 一共会发售四个配色 红色棕色绿色跟蓝色 这一次的Sweet Pack呢 延续了上一次Protection Pack的优质的感觉 上一次的Protection Pack呢非常的流行 很多人都很喜欢 所以那双球鞋的价格呢也是一个起飞的存在 那这一次的Sweet Pack呢 我个人对价格也非常的看好 同时我自己啊比较偏向于这一次的棕色配色 所以我肯定是要尝试取Money 那这个价格呢之前有Protection Pack作为基础啊 所以这双球鞋的热度我相信也会很高 不起飞也会有非常大的利润空间 2月16号这双AJ1的Dark Marina Blue 终于要在美国迎来发售 我自己呢会尝试取Money 这个价格呢我才跟之前发售的Poland配色一样啊 短期之内应该是接近吃灰的存在 只有小部分的大码呢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长期来讲啊我觉得你放到一年以上 Jordan 1的这种高帮球鞋只要配色很干净 都会有一个接近起飞的利润 2月17号会有这双EZ350 Compact Slate Red配色来发售 我自己呢应该会为了投资尝试取Money 这个价格呢我猜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因为在美国的发售价呢 才是正常这双球鞋的发售价值 但是呢这双鞋在亚洲 比如说国内啊 它会把税跟海运的费用呢算在发售价之内 所以在国内的发售价呢已经非常的高 这就是为什么好多EZ的球鞋 我说啊在美国会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但在国内呢却是一个摆卖的状态 就是因为国内的发售价啊 本身就比美国的发售价高很多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独立思考 我这里呢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好呢看到这里的朋友呢 如果还没有点赞 请顺手给EZ来一个赞 如果你是我频道的新观众 请不要忘了点点关注和订阅 那下双鞋同样是2月17号将会发售的 Dunk Low的Farmilia Pacer 这个鞋呢已经说过多次 我个人会尝试去Money 它的价值呢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2月18号MEDAS GO的Dunk Low也会迎来发售 这双球鞋呢应该是一个起飞的存在 我自己呢也会尝试去Money 啊最近有些感冒 可能鼻子有点重 那下一双鞋呢是Dunk Low的Essential配色 那这次呢是一个蓝色的Paisley 我自己非常喜欢 那期望呢能够在Sneakers原价中签 价格呢不用多说 肯定是起飞的存在 它已经起飞了 好很多人期待的AJ12代的气候赛配色呢 会在2月19号迎来发售 我自己呢其实也非常期待 我平时对AJ12的球鞋呢 没有特别多的感觉 因为我认为个子高啊 或者是长得比较壮的人 穿这个AJ12呢会更好看 所以它不是我个人平时穿搭的一个风格 但是这一次呢采用了一个黑白相间的配色 我感觉是可以尝试的 所以呢我该Money还是会Money 价格呢至少会是一个接近起飞的存在 2月19号AJ3代的Cardino配色会迎来发售 那其实这上面的红色呢 比火红啊大雪红和芝加哥红呢都要深一些 我个人觉得啊 如果换成这种芝加哥红啊 或者是火红啊 这双鞋肯定会更加的火爆 那即使是这样呢 它现在的炒卖价值也是一个接近起飞的感觉了 那我相信啊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也会尝试去Money一波 2月19号真的很忙啊 据说还有EZ500的Blush配色来迎来发售 那这个配色呢其实是一个OG的配色 它的利润空间肯定是很大的 但是不管啊 这个配色的利润到底高不高 我一定会尝试去给我自己Money一双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EZ500的鞋型 我认为穿起它来登山啊 非常的舒服 那时间来到2月22号呢会有一双AJ4代的Canvas配色来发售 那这个画布配色呢其实上面很简单啊 就是一个类似于牛仔布的质感 你可以自己在上面的涂鸦成各种颜色 那我相信啊 很多人买这双球鞋也不会真的自己去涂鸦 它整体的造型呢是给你提供一些Vintage风 很优质很复古的感觉 我自己呢大概率应该会尝试去Money 这个价格呢我猜会有比较不错的利润空间 好那下一双鞋呢是我本月最期待的球鞋之一 就是这一双Todd Snyder跟New Balance 992 Luxury的联名 那本身这双鞋呢就是一个luxury的版本 就是很奢华 所以上面的皮质呢你看图片就知道 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皮革 那多处呢也是采用了几皮的质感 而且啊New Balance 992这个鞋型 本身就是一个走轻奢路线的跑鞋 所以这双鞋毋庸置疑 很多人都会尝试去冲 我相信啊在发售当天应该非常的难抢 我自己呢也不是很有信心 它的发售价值呢本身很贵 就达到250美金 但是呢它的再收价值我猜也会是一个接近起飞的存在 2月23号Nike APP会迎来发售这一双Dunkhead Light Chocolate配色 它上面的皮质呢是一个光皮跟脊皮相间的质感 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而且我自己呢很喜欢这种巧克力啊或者是摩卡配色 所以我一定会尝试取骂你 这个价格我觉得不起飞也会有非常大的利润空间 2月24号会有这一双AJ1中榜的椰奶配色来迎来发售 那这个球鞋的价值呢应该多半是要吃灰的 可能个别的大码呢会有比较不错的利润空间 我自己呢应该会pass 但很有可能呢会给我老婆尝试取骂你一双 2月25号会有这双AJ9代的智力红配色迎来发售 那这双鞋呢我应该会pass 价格呢多半是要吃灰 好那2月25号呢这一双全智龙的quando1 终于会在美国迎来发售 那我之前呢已经在巴西的一位鞋友那里啊 买到了这双球鞋 即使是这样呢我还是会尝试去骂你 这个鞋呢皮质确实非常香啊很软 同时呢鞋底很厚也很舒服 我可能会呢尝试去给我老婆骂你一双 这双球鞋的价值呢 那正常来讲啊一般篮球鞋的价值啊 大马的会偏贵一些 尤其是在美国 那这双鞋呢由于是一个亚洲设计师 同时又非常充满韩国潮流元素 所以小马的球鞋呢价值会更高 同样是在25号呢会有一双AJ1中版的Paris配色 那之前NYC to Paris的高版球鞋呢 那一个球鞋的价值啊已经起飞了 包括之前发的这个Gortex纯防水的AJ1 它的配色呢其实跟那一双Paris的配色也很像 那这一次呢出了一个中版 我觉得可以作为这两盏球鞋的一个平T版本 价格啊我猜不会起飞 但是呢很多马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利润空间 大家真的不要很瞧不起密的啊 其实密的这个鞋型呢是乔老板自己非常喜欢的鞋型 因为他觉得高帮太高低帮太矮 所以才有了AJ1中帮的诞生 同时呢我知道亚洲可能中帮的球鞋不是很流行 但是在欧美啊中帮的球鞋有很多的人在穿 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好多中帮的球鞋 它发售价值呢只有115美金左右 它涨到200美金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好多中帮的球鞋呢只要配色没毛病 都是一个起飞的存在 也就是说你扔进去100块钱 就会有一个100块钱的回报 这在很多高帮球鞋上都不可能发生 2月26号呢会有这双AJ1的Brotherhood迎来发售 我是觉得这个配色啊跟之前的麦当劳配色一样啊 我认为不是很好看 但是呢之前麦当劳配色大家又很诟病 这双鞋呢大家又很喜欢 我自己呢是不太会自穿的 我可能会以一个投资为目的啊去抢一些大码 那在售价值呢短期看啊不会起飞 但是应该会有一个很不错的利润空间 同样是2月26号呢 那这双鞋呢我就会更加期待 就是这双EZ350 V2的 这一抹蓝色呢之后还会有一个一抹灰色 跟一抹红色迎来发售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那一抹灰色 所以这双蓝色呢我大概率会抢一些其他码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啊 很多人听到会很开心 因为这双鞋呢后边没有尾翼 所以整个的设计呢看起来更加的OG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呢 它的价格应该会是一个接近起飞的存在 那好多小码呢 如果你现在看二级市场已经起飞了 好讲完了确定发售的球鞋 我们再来看一些rumor球鞋 包括三月份球鞋的前瞻 那本月我最期待的一双球鞋啊 现在还没有确定发售 就是这双AJ1中邦的情人节配色 我真的看这个配色非常喜欢 其实跟我今天穿的粉色 Supreme毛毛宠案应该会很搭 另外一双呢就是三月份啊 会迎来发售的AJ6代的大学蓝配色 我自己呢绝对是一个大学蓝的严控 最喜欢的配色就是大学蓝 所以这双鞋呢我无论如何都会去骂你 下一双呢三月份 我比较期待会发售的球鞋 就是EZ700 V2的static配色 那我首位呢有一双cream配色 最近也是经常常上脚 鞋头上面的折痕呢也是非常的明显 其实整个EZ的生产线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700这一个系列 无论是V1 V2 V3 或者是mini1呢我都很喜欢 那其中700的V2呢是我整个EZ生产线里 最喜欢的鞋型 没有之一 因为整个设计呢很现代 又不至于很夸张 同时鞋底很舒服 鞋面不各脚 上面呢也是多处采用了这种脊皮材质 很高级 另外呢EZ Slider也会在三月份迎来补货 我自己也非常期待 希望能够呢原价money一双自己的size 之前抢到过啊 但不是自己的尺寸 那也是三月份会迎来发售的 Dunk高班的大学红配色 这个红啊真的超正 我是特别喜欢 那希望自己到时候呢能够有幸原价money到 好那下一双要聊的呢就是Union的Dunk Low了 那之前在二月份迎来发售呢 我自己没能够有幸原价money到 因为我手速实在是太快了 也开了我们自己跑的这个Bot 那Union的网站啊 当时做的非常的垮 如果你特别快呢 你会出现一个白屏的状态 那我操作了两次都白屏了 那好多人的手速比较慢 他度过了前30秒 他反而呢能够正常的入签 他的排队时间会非常的短 好失败是成功之母啊 我们会在不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下呢 不断的进步 总有一天你要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的 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认为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不要忘了给Easy来一个素质三连 点赞准发加留言 take easy peace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